选择玻璃杯按Z 会放大过来 为了做比对起见 我要说明另外一个质感 所以 另外再做两颗球 另外再做两颗球 我用AutoGrid做的 所以会贴着物件 中心 中心会贴着物件 然后拉上也没关系 悬空也没关系 就是要两颗 这两个是要做比对的 杯子再拿旁边一点 好 打开材质编辑器 如果你觉得这边已经好多好多好多 太多东西了 当然一方面是整理一下 另一方面呢 这边右键 我们开一个新的 就开出一个新的调色板 材质的view 材质视窗 那一样我再到这边留一个空位 好 这一次不是从那边抓上来 因为玻璃的材质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光机追踪材质 这是我们等一下主要要用的 另外我要对比的另一个 是这一个标准材质 里面另外一个形态 好 那我们先用球来看 好先设定好这一个 光机追踪材质呢 跟光机追踪贴图用的运算程式是同一个 他们用的都是真实的光线的折射反射计算 好 那首先呢 我希望这是玻璃 所以它的颜色 我把它设成黑色的 就是不染色 本体是不会对颜色做染色 好 那背景打开 它的环境背景打开 下面你会看到反射 灰色来看你可以调整白色 就是反射很强 好 如果调成蓝色 反射会染染色的光 就是你的物体表面的七层透明 的蓝色透明漆的意思 好 那这个是用 黑白灰阶或者用彩色控制反射 勾勾点一下 会变成改成用数字来控制反射 反射强度 好 就直接用数字 峰值反射强度 再点一下 会变成第三个 只有一个名字不能改 好 那你会看到 奇怪为什么都没有通 没有反射了 这个是个人名 图学上面很有名的人 那 这一种反射的计算方式 是针对透明的物件 透明物件为主 透明物件正对你的地方 应该是透明的 光线都被穿透 所以正面不应该有反射 这个做法的时候 只有边缘有反射 就是 正常来讲也没有错 边缘才会有反射影像 正面应该是透明玻璃 要透过去 好 所以如果你是透明物件 选到这一个 好 然后呢 Transparance 透明度控制 一样的 你可以用颜色 红色 红色玻璃 黑色不透明 或者是白色完全透明 黑白完全透明 或者是有颜色 一样的 点一下 会变成数值控制 好 会变成数值控制 其实你会联动这边 你会发现 那这边就只有两个选项 我比较建议你用数字控制 比方说我要97%透明度的玻璃 直接射 好 玻璃的反射质感 反光强度 亮度 好 那这一个玻璃 然后用Blind Shader 好 玻璃质感 完成 好 所以这边只动这里 其实它参数非常复杂 有 后面有用到 我们再来看 好 那要比对的另一个是 标准材质 一样把背景开出来 标准材质这边呢 它的反射与折射 要换东西了 要换东西了 在我们的Ray Trace贴图 找到贴图 因为这是材质 这是Ray Trace贴图 Ray Trace材质 这个是一个普通材质 那你可能会想说这样子接 两个Ray Trace 这样子 你可能会想说这样子接也是反射 不建议这样用 这样用 这样用会造成你算图 非常非常的慢 如果你要用光机追踪的反射与折射 同时要用 直接用Ray Trace材质 好 那这边我们要比对的 是 Ray Trace贴图下面有一个叫做 Reflector 反射折射贴图 好 那这一个贴图呢 看起来好像也一样嘛 好 就是我一样物体本身是黑的 不要染色 反光强度 好 那也是本来这两个看起来应该是一样 反射折射贴图的意思就是说 它也是跟这一个我们前面用过的 平面镜色是同一个意思 它以那一个物件向四面八方看 就是以这颗球体向四面八方看 看到的图贴上去 反过来变折射 它用这个想法去做 所以它也是一个造假的 一样的 它可以做影像模糊 好 那 呃 也可以反射 呃 没有 它就只能做影像模糊 好 那先讲它的缺点 这一个做法 仅限于做球体 你用这个方式 仅限于做球体 放在杯子上就完蛋 所以我们先把它丢在球上 这一颗 光机追踪 左边这一颗 反射折射 好 然后我们Render看一下 光机追踪 反射折射 如果不做比对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这一颗不错 不做比对的状态下 你会觉得这颗好像也不错 现在它的问题是 它其实反射太强 好 它目前的反射过强了 所以我要回去材质编辑器再设定一下 好 它没有flex nail 它只能直接降反射 所以我降15 好 反射降到15 再Render 好 那这样就合理一点了 比较像玻璃球 但是它就 因为我把它的影像做模糊化 所以没有像隔壁那么通透 然后模糊化关掉 再算图 好 球体来讲 这两个呢 这两个呢 你不会觉得差别太大 虽然这个看起来明显的比较 通透与自然 因为 flex nail的反射状态下 只有周围 只有边边会反射 比较合理 这个是连这里都会反射 就是它的反射看不出是球 会比较假 好 那 来看为什么它 只适用于球体了 为了比对这个 我们插杯 那个 高脚杯再复制一个 OK 那这两个删掉 我们已经比对过那两个状态 一样 左边的我给 左边的拖自动反射折射 右边的拖光机追踪 算图 它会变这样 好 在球体看起来OK的 现在完全不OK 再算一次近一点 好 在球体状态下 算起来OK 看起来好像也可以用的 当你弄到杯子上 它就完全不能用 因为这个 它是造假的 这个 这种 反射折射贴图是造假 只适用于球形物件 那 flat mirror 只适用于平板 一块板子 平的 完全要平的 表面不能有任何 额 倾斜起伏的 就是面 不是那块板子是倾斜起伏 而是 那个面必须完全平 好 那 对应于平的反射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造假的 叫做 博强折射 好 那这三个 flat mirror 反射折射 博强折射 这三个都是以前电脑 跑不动的时候的 全移之计 好 那 只适用于一些 专属造型的物件 就是平的 薄的 玻璃 球体 那以现在电脑的运算速度 你可以全部都使用光机追踪材质 已经不需要去受限于这三个假的反射跟折射贴图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的其实就只有这一个了 只要用这一个了 好 那 所以 这一段在说明是这样的同学知道 有另外有几个形式 那但我们现在主要就直接使用这个形态 好 如果它上面有凹凸 杯子自然就会有凹凸了 OK 那 这个算起来就是 很好的 质感 当然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太好 就是这里 像现在这里 底下怪怪的 因为 我们那个杯子的底部 看一下 完全平贴桌面 呃 完全平贴桌面 其实它运算上会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会通常建议你偷偷的把它拉起来一点 不要完全平贴 不要完全平贴 好 那这样子算起来就好多了 好 就不会出现刚刚那个很奇怪的 有那种点点点点的的斑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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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